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好 对于英国来说 人家讲走了一个狂人又来一个狂人 这是比较好听的说法 还有人说走了一个疯子又来一个 那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 这个新任的首相特拉斯上任 他也是一改过去 就是在白金汉宫任命的传统 现在是在巴尔莫勒尔堡来任命 那所以英国的狂人来来去去 他被视为说新一代的铁娘子 而且也说是柴契尔夫人的接班人 还被戏称为是人肉手榴弹 一直就是说他的这个作风非常强硬 然后能够破除障碍 但是也有可能会捅出乱子 但是光是他还不足以形容 现在英国的状况 因为你们看看前任强生的卸任演说 也被大家讲说你在讲什么 猫狗都能放下分歧 保守党也可以 他哪怕要卸任 都讲话还是这样子疯疯癫癫的 我们来听一听 好所以现在英国一任又一任的这样的领导人 到底会把英国带向什么样的方向呢 他自己强生在推特上面 还自己就是一直在讲说 自己做得多好多好 那新任的首相特拉斯也是在推文说 爱要感谢强生 网友非常的不买账 因为网友既不喜欢强生 也不喜欢现在的特拉斯 就说你到底是要谢强生什么 那看看这样各国的反应 因为特拉斯已经跟拜登通上电话 就说两国会密切合作 共同应对挑战指的是谁 又是指中国大陆 中国威胁论 还有强生 不是强生 特拉斯又跟这个泽伦斯基 也通上电话 泽伦斯基还讲说 我是第一个打给他的 然后他站在欧洲的光明面 我们未来一起做更多的事情 还说他已经邀请了这个特拉斯 接下来来基辅访问 来乌克兰一趟 那强生 强生之外 萧姿他也讲说 现在很期待彼此的合作 印度的莫迪说 这个印度跟英国 我们现在战略伙伴的这个关系 将会进一步的进化 但是听完这些 这都不重要 重要在这里 来看看这个马克宏 讲话带酸 我们来听听 和英国人的关系 欢迎来 专业 我专业 所有的资历 都感谢 本兴 和美人的关系 我们现在 我们在宽线 和美人的关系 就能复兴 和美人的关系 可以 和美人的关系 在你讲话 在理解 和美人的关系 不过 太多人的关系 在这些关系 没有关系 所以 在关系 人的关系 和关系 好 所以你看看 拉夫羅夫就笑了 就說特拉斯你要搞清楚 你跟鄰國的關係 只能就是跟法國 你要先確定一下 馬克宏到底是朋友 還是敵人 所以現在英國跟法國關係 是不是挺矛盾的 那我們看現在這個特拉斯 他就說他對於 中國大陸的立場 將會更強硬 還要建立這個自由網路 促進志同道合的國家 一起對抗北京跟莫斯科 那克工的回應就是講說 我們不預期跟英國關係 會有好的變化 那中國大陸的外交部 不是習近平 是外交部講說 將會依照外交的慣例 來處理賀電的事情 冷冷的回了這樣子的話 但是現在歐洲的民生產息息 英鎊自己已經跌到了 37年來的新低 通膨率達到了40年來的新高 連最老的古老的酒吧 已經營業了1000多年 1230年 現在都要關閉 關閉在此時此刻 那這個印度 剛剛幾下英國變成全球 第五大的經濟體 現在BBC報導講說 英國他們會凍結家庭 能源費用一年半 將幫助企業來度過 就是給400億英鎊 但是有一些專家講說 現在這個生活成本的危機 所以現在首相 應該是要保持國家的經濟運轉 你這樣子去對抗中國大陸 然後去中斷這樣的貿易 其實並不是一個好方法 那反過來說其他歐洲國家 現在北溪1號還漏油 恐怕會起火爆炸嗎 那俄國講說 這個不是技術上的問題 不是能源站 那到底是誰發生的問題 因為現在動輒得救 那現在冬天已經即將要來到了 德國的方法就是說 好我這個兩個核電廠 我就延後關閉 馬克宏也講說 我們這個法德現在同意 彼此互相提供能源跟電力 大家抱團取暖好了 但是有一個國家 這土耳其 艾爾段就在旁邊講了一句話 他就說其實 你們歐洲的能源的問題 是你們自找的 自食其果 委員 法國人當然對英國人 一向都不是很友善的 在他們眼裡面 你英國 你最後才決定加入我們 歐洲的統合運動 你當時你搞的自己 你搞不成就加入我們 最後又是你第一個要離開 歐盟成立到現在 你是第一個離開了 因為英國人 就是希望跟美國更靠近 然後他覺得歐洲 歐盟就是你德國跟法國 兩個合作當老大 我英國被撇在一邊 所以他的希望是在太平洋的 另外一面 另外一個英國撒旭民族這樣 人家講特拉斯 常常會講錯 特拉斯 他認為他充滿著矛盾 他這一輩子充滿著矛盾 第一個 他身在一個非常的屬於 工黨左派的家庭 可是到最後他卻成為保守黨 然後他一向非常討厭 王室繼續存在 他要求廢除王室 可是最後他卻變成 王室的很堅強的盟友 然後他一直認為英國不應該偷歐 應該留在歐洲裡面 因為保守黨裡面很大的一股力量 是希望留在歐盟裡頭的 可是最後他就認為說 如果要離開動作快點 因為投票下去了 英國就決定要離開 他說這樣子就趕快來做 簽這個協定 保障英國的經濟的利益 趕快來走 所以他是一個很矛盾 而且人家就覺得說 你是前後不一的人 政治變色龍 對 所以你想CN就用了一個字 就你剛剛用那個字 Political comedian 就政治變色龍 這個字其實不是很好聽的字 來形容一個政治人物 不過他的確是這樣 而且他開始在競爭 首相這個職務的時候 他其實他是落後的 可是最後他上來了 他當然有他過人之處 這麼短的時間就可以崛起 不容易 而且反敗為生 可是最終要看你英國的經濟 就歐洲現在所有面臨最大威脅 也不是中國大陸 遠在天邊的中國大陸 也不是在旁邊的俄國 最大的威脅就是經濟問題 尤其像英國 德國 法國這個國家 電費這樣子在漲 瓦斯費這樣在漲 石油這樣子在漲 人民真的受不了 所以到最後所有政治人物 人家對你的評價 就是你有沒有把經濟搞好 所以為什麼前一陣子 拜登的聲望這樣子低 民主黨聲望這樣低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通貨膨脹太厲害 顧家在漲 所以你看英國都這樣 你看他們的股市就知道 他們對未來是充滿著悲觀了 所以他講說他兩個禮拜之內 他就要把他的經濟的計畫 要把它拿出來 來就等著看 拿出來以後可不可以奏效 有沒有效 如果沒有了 我認為現在保守黨 可能又要進入一個 快速再更換 他們的黨的領袖的 這樣的一個時刻 說實話 保守黨真的是分裂了政黨 現在有一批的還是認為 我們應該留在 英國應該留在歐洲 留在歐盟 另外一批人就覺得說 要趕快跟他們加速 斷絕來往 所以他的這兩派的鬥爭 當然還包括其他議題 這兩派的鬥爭 會持續下去 所以保守黨 貓跟狗可能會和解 保守黨兩派要和解 真的不容易 我們來問一下顏教授 因為現在很多人看到 特拉斯的上任 人家想說對於英國 好像有點不齊不帶了 因為跟之前強生 沒有太大的區別 甚至很多人講說 還更糟一點 第一個就是 有些人說 他好不容易爬到了 旗桿的頂上 可是上面全部都是油 隨時會滑下來 就是說非常可怕的一個 高處不勝海 它是高處不勝油 可能會滑下來 當然就是說 他面臨的太多挑戰 國內經濟 剛剛我們講了 除了通膨之外 你這個能源的價格 再加上還有移民的問題 然後再加上英國自己可能財政的問題很大 有可能是第一個 我們講說G7的國家會變成破產的 需要IMF來幫助的 英國人放得下這樣子了嗎 所以他這個狀況其實是非常嚴重 他首先要面對英國的經濟 那真的不是很好搞 那很可能我自己的觀察 會不會剛才你講就有提到說 英國的首相換來換去 會不會像在安倍之前 日本一年一個首相 我都懶得記他們的名字 因為才記了很清楚 又下台了 英國會不會也變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是值得觀察 當然英國跟著美國站隊之後 跟俄羅斯這樣的關係 這就是也不是很好 然後弄到他自己 你看英鎊貶值到 現在我想說很多台灣的學生 會想到英國去留學了 從來沒有見過 就是這麼低的英鎊 就是說我的同事去留學的時候 是五六十的 現在三四幾 真的差太多了 所以這個英國 我覺得他他是自己要先建立一個 他能夠處理經濟 因為他並不是一個經濟出身的 所以他過去做過外交大臣 那我覺得他應該要先把 要說服老百姓 他有一套計劃可以處理 那除了紓困之外 你到底未來怎麼樣讓英國 能夠脫離現在這樣的一個困境 那老師我想問一下 這個馬克宏這一番話 到底釋放出來什麼樣訊號 就代表說 這算是後俄乌戰爭時代開始了嗎 他已經不打算跟英國跟美國 走同一個步調了嗎 我覺得馬克宏比較務實一點 他會看 就是說你現在馬上冬天要來了 我們跟著美國走 美國有沒有真正好好在後面挺歐洲 譬如說美國的天然氣也好 美國的石油也好 有沒有很便宜的賣給歐洲 沒有嗎 那你現在看到 他馬上就要面臨 他冬天來臨的問題 所以他應該要稍微做一個區隔 一起幾百年兩個在海外競爭殖民地都不是好的 變成世界第五 第一是美國 第二中國 第三 第三日本 第四是德國 今年印度就超 印度因為他有人口紅利 印度人口13億9千萬 將近14億 明年又超過中國大陸 變成世界上第一大人口國 明年他就超過中國大陸了 他人口每根多一塊錢要多14億 他人口紅利就出來了 英國就退到第六了 變成這樣 英國我們知道 英國殖民到印度89年 一直到二次大戰 1947年 1947年印度才獨立 這很清楚的 你看看他現在反而 他這個被殖民的國家現在 他的基地變成一個超過英國 所以就是說英國你不要講抗中了 你連印度都要超過你了 對 我認為英國 英國他是想要回入 以前的大英帝國的這種光纏 但是問題是他已經沒這個實力了 你看大英國協 大英國協到現在為止 還有54個國家是大英國協 這54個國家裡面有15個國家 是把伊麗莎白女王 就是英國女王為他國家首領 其中這54個國家裡面 有15個國家是以英國女王 為國家首領 元首 是這個樣子 你看他 他想維持他那一個 但是問題是 其日的光彩也不在了 其日的日不落國也不在了 他紛紛獨立了 都這樣 這54個大英國協的國家 跟英國是沒有 他有內政都獨立的 不是靠英國的 名義上 另外這個15個國家 名義上是他國家 但是他內政完全是獨立的 主權完全是獨立 是這種狀況 我們可以知道 按照這樣講 英國的話 我認為他有兩個致命的錯誤 造成英國這個雄崩不振 一蹶不振變成這樣子 然後經濟發展每況愈下 變成這樣 第一個我認為脫歐 脫歐很清楚 這脫歐 民粹 因為民粹有脫歐 他想要回顧到他的英鎊 變成他是個很大的經濟體 然後可以獨立 問題你脫歐的時候 你跟你的所有的產品 賣到歐盟的時候 你都有關稅 你都有關稅 你的競爭力又下降 因為關稅會有 畢竟會有壁壘 哪怕是多或少 你的價格都是貴了 貴了競爭力就低了 你的市場就小了 這是很清楚的 當初脫歐跟留歐的時候 票數很接近 幾乎是一半一半 現在變成脫歐了 脫歐就回不去了 你就離開了 你就恢復到英鎊 第二個他跟美國站隊 剛剛嚴教授也有講 跟美國站隊站在一起 政治上 經濟上 國際安全上 區域群上都跟美國站隊 跟美國站隊 就是往走軍事路線 就是你知道軍費就要出來了 你看上一次的 伊麗莎白女王號的航空母艦 不是到通國印度洋 到亞洲 到印度 到日本 有沒有 到這邊之後跟美國跟日本 在聯合海上軍演都有 跟美國站隊 跟美國站隊軍費就要增加 軍費增加的話 有些東西就要 變成就要相對的做犧牲 變成這樣 其他的這些 一些相關的經濟利益 跟區域安全這方面的利益 他就會受到影響 受到限制 現在這不是慢慢就凸顯了 所以他要面對這方 尤其是烏克蘭戰爭 這個最明顯 大家一看都知道了 是 所以就像是艾爾頓講的 這都是支持俄國 英國同樣也是 休息一下 馬上我來